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的恐怖片《白景》 在日本有这样一个都市传说 有个法力高强的女鬼叫白景 但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名字 如果你知道了就会受到她的诅咒 故事一开始 粉衣服女孩正在和闺蜜小记讲鬼故事 突然粉衣服女孩浑身颤抖 口中念念有词 惊恐的当场眼球暴裂而亡 小记顿时被吓傻了 三天后男主春南接到了弟弟打来的电话 他让哥哥办理他的丧事 正奇怪呢 突然一阵惨叫后 弟弟就眼球暴裂而亡了 为了查明真相 春南找到了小记 两人讨论后 觉得这死因太蹊跷了 准备一起去调查 接着他们找到了一个长发女孩 长发女孩是和两个死者 接触较多的人 他解释道 他们的死可能和一个诅咒有关 那天他们三个人聚到了一起 汤管的服务员给他们讲了一个白景的传说 只要知道白景名字的人都会受到诅咒 当时他们也没有在意 后来才发现这居然是真的 而现在春南和小记也知道白景这个名字了 长发女孩让他俩小心 接着长发女孩去欺查的时候 上吊自杀了 好在春南发现及时救了他 同时回忆中有个小哥进来送过酒水 他也知道这个女鬼叫做白景 而且他还遇到过白景 白景晃着手中一串铃铛向他走来 在于白景的对视中 他发现了他的一个故障 侥幸逃过一劫 这小哥也是唯一一个从白景手上逃离的人 可长发女孩却不那么幸运 在医院长发女孩度过危险期后 就看到了白景 他也眼球暴力而亡了 有个记者找到了小哥 说想帮他报道一下 小哥也是狠 他把白景的事情又重新讲述了一遍 他还说 只要目不转睛地盯着白景 他就不会靠近 也不会伤害你 他当时足足盯了他两个小时 看到眼睛发酸了 他才离开 记者压根不信 接着他还打电话给妻子 问他知不知道有个人叫白景 妻子当然不知道 第二天春男和小季找到了服务员的发小 他说服务员前两天也去世了 眼球暴力而亡 他从小就喜欢听鬼故事 大多传说都是从一个玄学学者那里听说的 而且那个学者死法也是一样 学者死后服务员就失忆了 前两天他收拾的时候 找到了一本日记 上面全是恐怖故事 他当时想讲给发小听 他没敢听 原来是服务员失忆了 摆脱的白景 晚上记者找到了春男 他把白景的故事又告诉了春男一遍 春男火了说 记者简直就是来诅咒他的 记者却不信邪 他说诅咒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相信他可以告诉春男一个保命方法 那就是盯着白景看 这边小季被白景找到了 小季赶紧打电话给春男 春男立马把方法告诉他 然后去找他 接着两个人一起盯着白景 直到天亮 白景才消失 幸存后的他们调查得知 白景传说源自一个叫做蒙眼村的部落 战乱年代 蒙眼村诅咒那就是核武器 念咒杀人 咒谁谁死 但部落现在已经覆灭了 留下的只有白景的诅咒 这天小哥在家大白天看到了白景 他一紧张就把盯着他看 这事给忘了 当场暴力而亡 那个不信邪的记者知道后开始慌了 他妻子也知道了这件事 怎么办 这时小记分析到 白景杀人有个规律 每隔三天 他才会出现 而今天正好是他现身的日子 他想到一个方法 诅咒的人越多 每个人遇到的白景的概率就会变低 如果一个人寿命是八十年三万多天 那白景只会出现一万多次 如果十万人被诅咒 那每个人一辈子遇到他的概率就是0.1 人诅咒的越多 概率越低 但死亡人数却会上升 他们刚准备否定 这边记者却听进去了 他要他妻子和自己活命 于是他把传说发布到了网上 小记他们不同意 与记者争执了起来 争执中 小记不幸衰落 昏迷不醒 春男赶紧去看小记 记者却赶紧跑了 四处寻找信号 这边白景出来了 记者被杀了 这边小记醒来 居然神奇般的失忆了 忘记了白景 摆脱了诅咒 记者妻子也消失了 现在最惨的是春男 他在铁道附近碰到了白景 火车正好经过 春男压根不可能一直盯着他看 最后火车过去 春男转头 看到了白景 就此死亡 谁也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毕竟小记如果看到他的笔迹 他还是难逃一劫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握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